各位好我是陈一佳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呢进入2013年以后美国投资人最新的一些投资的动态 似乎现在啊投资人更看好是那些高风险和高回报的投资产品有几个信号 首先呢就是呢在股市当中啊那些高回报的一些鼓励的公司呢似乎并不再可以看好了 那过去呢在过去几年当中呢很多投资人为了能够更加安全的进行投资呢 喜欢买那些呢高鼓励的一些股票 但是似乎像很多相关像电力等板块啊在进入2013年以后的表现呢其实是比较平淡的 另外呢就是有一个趋势就是很多的债券市场的一些资金呢开始出流 特别是呢在美国国债当中的一些投资在很多的基金投资当中的比例呢都开始缩水 另外还有一个信号呢就是包括像摩根大通以及呢像这个摩根斯坦利的一些工资 在英国方面的公司呢可能很快就要发行呢保债务相关的一些CDO 也就是把呢在一些债券方面衍生物进行打包出售 那这些呢都是相对比较高风险的一些投资产品 但是似乎呢市场当中已经存在了相关的一些需求 可见呢目前呢很多的投资人 已经呢对于呢风险的承受能力呢在2013年有所提高 而对于呢回报率的看观点啊以及呢期待会越来越大 以上就是来自于投资方向方面的最新资讯 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陈一佳我们稍后再会